广州国际车展上周四复办 广汽集团 2238 H股市值163亿元 A加H总市值1082亿元 发布信息利好 上周五股价 最高升3% 收市升1% 1.广汽利好信息 2022年集团汽车销量了升12.1% 总营收增19.7% 超额完成 2023年销量预测再升10% 目标475万两 广汽埃安 2022年销量破27万两 激增1.2倍 埃安10月完成义轮容之后 估值已达1032亿元人币 为内地未上市新能源车企的最高估值 最快2023年尾上市 2.2022财年 12月年结 首三季 广汽纯利80.82亿元人币 按年大增53% 并以相等于2021财年 75.11亿元人币的108% 全年盈利预测102亿元人币 EPS 1.0元人币 增幅36% 广汽2017财年历史最高盈利 110亿元人币 2022财年盈利 指教历史最高相差8% 指教历史最高相差8% 现时股价5.26元 侧教2017年低67% 3. 广汽2022财年预测P4.6倍 教六年平均9.2倍折让一半 预测PB0.49倍 教六年平均1.05倍折让于一半 2023财年 盈利预测115亿元人币 EPS 1.13元人币 见历史新高 预测P降至4.1倍 PB0.44倍 4. 去年9月底 广汽首上淨现金226亿元人币 每股净现金商等于H股股价的46% 财政充裕 有能力增派股息 往迹股息率5.1厘 2022财年预测6厘 教六年平均高出2厘 5. 广汽H股教育股 湖601238 折让58% 折让易见吸引 广汽现价5.26元 过去一年跌幅32% 今年可望修复去年失地 本栏目标7.69元 潜在升幅46% 大和 上周五 看10.6元 交银国际 12月初 看9.38元元 港股恒指2022年跌15% 连续第三年下跌 三年累计跌幅30% 在港股有恒指的57年历史中 连跌三年 12月底与上年同期比较 的只有两次 今次是第二次 上次是1999年至2002年 这次币加火 恒指由16962跌至9321 跌幅45% 港股从来没有连跌四年 若认为历史会重演 2023年12月底行只会高过19781 即时买入期指 逢月尾转仓 转到2023年12月底结算 收钱 收钱